原标题 还被增补为后补中央委员 本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 却为何一夜之间脱离中共 从此淡出了人们的事业呢 今天 小辉就来介绍一下 这位被历史遗忘的 第九军军长和魏的传奇人士 红军中的小猪狗和魏 原名和世父 又名和敬贤 1900年3月15日 出生在海南的汇县 博鳌乡朝列村金属穷海市 后随父亲和梁炳去马来亚 就读于中华学校 1926年3月 则未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 在读期间 他和共产党人联系密切 毕业后 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 他作战勇猛 敢于身先士卒 并参与了消灭地方豪强 及地主武装 抗击国民党部队进攻等一系列战斗 可谓不仅善于左 战才十分有智慧 他时常能领会上级意图 快速判断敌情 并提出克敌制胜的建议 卓越的表现 使他不断升迁 在第七军中 在第七军中先后担任连长 营长被战友的称为拼命三郎和小诸葛 1932年10月 和魏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参加了乐与晚苏须反围剿斗争 1933年 红军改编后 和魏担任红九军军长 展开全文北伐军政治部合影 后排又一位和魏在军中 和魏的性格古怪 脾气急 却十分照顾下属 一次战斗中 周西汉没有完成任务 军长和魏大怒 拔出枪就要枪毙他 周西汉这个有名的硬汉 却耿着脖子说 枪毙就枪毙 随你便 和魏听完更怒了 拔枪就冲着周西汉连开五枪 实际上 这五枪没有一枪打在周西汉身上 事后 周西汉还大打咧咧的对人说 老子就是命大 军长打了我五枪都没打中 和魏听说后 哈哈笑道 吓 虎吓唬他罢了 哪舍得真大 没枪毙周西汉 但周将军毕竟言误了军机 因此免不了要罚二十军官 和魏命人打完后 对周西汉十分不放心 去医院看他时 还对医院的领导说 给他顿之母鸡补补 没有就到老百姓那里去买一只 正因为和魏将军的照顾 让许多将军还记着他 建国后 许是有将军提到和魏时 还十分惋惜 这个人性格比较怪 有时连我也受不了他 但确实有能力 可惜的 周西汉向毛泽东连开数十枪 作为张国道的嫡系 上人有人罩着 和魏的脾气的确十分暴殖 在长征途中 茂公混事后 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 曾派人请到张文天 试图说服他接受张国道的主张 还要他拿出总书记的权威来 让毛泽东 周恩来等人挥师南下 十分暴烈的独臂将军和魏态度很不好 近拍着桌子对张文天吼道 你像个什么总书记 我看你简直像个汉贱弟 曹操手中的傀儡 和魏的专横跋扈 却远不止于此 1935年8月4日至6日 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 史称毛尔盖会议 会议上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费尽口舌 希望能阻止张国道分裂红军的做法 同意并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 然而 野心勃勃的张国道却拒绝北上 并要求红军南下 一时间 矛盾激烈 会议上 双方发生了争执 争吵中 河魏突然掏出手枪指向毛泽东 周恩来 好在 徐向前掩剑行使不妙 一把抓住河魏的手臂 奋力向上举起 哒哒哒 一连串的枪声 震落了天花板上的击尘 会议厅弥漫的浓浓的火要尾 众人抬头 只见墙上到天花板上 竟不规则地散布着十个黑洞洞的弹孔 张国道与毛泽东红军到达陕北后 张国道路线彻底破产 延安一时间兴起了十分严重的批张运动 运动中 采取了十分索的做法 一批将士和干部被无情 株连斗争 被牵连的河魏 徐世友的 一时间兑卸了兵权 不满的徐世友甚至打算出走 去南下打游击 不料 徐世友反抗失败被捕 河魏被关禁闭 一时间 将军陷入了迷惘与痛苦之中 1937年3月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 以批判张国道路线为中心议题 会议中 何谓被迫表态 中央宣布张国道路线破产 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 我在国刀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 土匪主义 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 我诚恳地承认这一错误 我坚决改正我的错误